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依照这些佛法来做人 做事 师父跟你们说要慈悲 要请佛注释 那么你们天天念经 是不是应该把菩萨请到心里啊 师父教了你们这么多 你们要懂得以佛为榜样 依教奉行 好好的去做 如果听过就忘记了 这种人是学不好佛的 要诚心以佛 就是想念伟大的佛 为什么很多人一看佛陀过去的故事 一想到观世音菩萨 就会感动得落泪 要知道 菩萨在人间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在2500年前佛陀出去红法 多艰难啊 没有汽车 只有马车 很多时候还要走路 你们想一想 那个年代 有多少苦难要承受 你们要有这种慈悲心啊 想象一下 你的孩子要到农村去一段时间 你做妈妈的 想到自己的孩子到那里去要受苦了 你就会掉眼泪 我们想到 佛陀在2500年前 到人间来这么救我们 想到观世音菩萨到人间来 就这么慈悲地帮助我们 我们就会感动 就会掉眼泪 这个时候 你的慈悲心就出来了 你的心态就会好 你的气场就会好 你的善良心就出来了 你还会恨别人吗 要诚心以佛 从因治果 我今天骂人了 一定有恶果 我今天做善事了 一定有善果 引得心智 很多人的慈悲心 是引出来的 就是说 你心中的智慧 是因为你懂得了 因和果 你懂得了 你今天对老公好一点 老公接下来 会对你很好 你今天对老婆好一点 老婆也会对你好 你今天用功读书 你考试的成绩 就会好一点 你们去看 有些人烧饭就知道了 他们给人家做饭 把那些快要坏掉的 或者烂菜一烧 一股臭味就出来了 把自己家里 快要坏掉的东西 烧出来 给大家吃 这种人 就不叫做功德 你想对人家好 就要拿出真心 对人家好 过去 我们的母亲 父亲 做人都是 把自己最好的东西 送给孩子 自己吃 快要坏掉的东西 这才叫母亲 现在的人 把最好的东西 留给自己吃 把差的东西 送给别人 这叫什么人啊 这哪叫学佛 你们要好好的 听听师父 讲授的白话佛法 师父以后 要把这些佛法 讲到全世界去 要让全世界的人 都知道 什么叫善 什么叫恶 你把不好的东西 送给别人吃 你这种心 已经是饿了 万一人家吃了 肚子不舒服 怎么办 现在很多饭店里 把不好的 隔夜的菜 混在新鲜的菜里面烧 还卖钱呢 你一吃就会感觉到 有不好的味道 这些人 是什么心啊 所以说 食伤九尖 要记住 诚心一佛 从因至果 引得心智 随之而学 因为你心里的智慧开了 随之而学 马上就去学 常常如此 始终不变 菩咸菩萨的 第九大行愿是 横顺众生 你们想想看 学佛 做人 做菩萨 你不能不顺着人家 现在人的毛病就是 什么事都跟人家拧着干 跟人家反过来说 你做什么事情 我一定要跟你反着 好像不跟你对着干 我觉得自己没有面子一样 这不就是神经病吗 所以 要以大悲心 平等心 饶意 一切众生 就是说 只要是对众生 有利益的事情 你都要顺着它 有这种菩萨精神的人 家里 会吵架吗 家里会打架吗 这就是修养 你今天对人家不客气 不开心 就叫没修养 修养 是养出来的 修出来的 你们要懂得 用平等心 对待所有的人和事物 然后 对任何众生 都要成事供养 只要我答应你 做这件事情 帮助你 做这件事情 我就供养你 大家看看 菩咸菩萨的 愿力大吧 你们肯这样吗 这个人很讨厌 恶心 我不要看 如果你什么都看不顺眼 你怎么能够 有这个愿力呢 你怎么能够帮助别人 供养人家呢 这能横顺众生吗 而且最后那句话叫 敬父母乃至如来 等无有益 就是 从恭敬父母开始 恭敬社会上 所有的人 一直到佛 都没有差别 普贤菩萨的 第十大行愿是 普接回向 菩萨做一切功德 都是为了一切众生 你们今天 是学佛的人 做一切善事 也都是为了一切众生 所以 菩萨愿令众生 愿天下所有的众生 常得安乐 无诸病苦 想想看 当你们生病 躺在床上的时候 想去拿喝水的杯子 爬都爬不起来 手不能动 腰也痛得不得了 可怜吧 当菩萨看见人生病的时候 菩萨会很心痛啊 可是 人跟人之间 有这种痛感吗 就是夫妻之间都没有 所以 一定要学佛 要有菩萨的慈悲心 否则 是没有这种 悲悯他人的感情的 欲行恶法 稀接不成 如果你是一个好人 你想做坏事都做不成 如果你是一个好人 你会偷东西吗 你会骂人吗 如果你是一个善良的人 你会对人家不好吗 如果你是一个菩萨 你会恨人家吗 所修善业 皆速成就 所以 你所修的 所有的善业 很快的 就会成功 这就是告诉你们 当一条水槽 没有石头 沙子 阻挡的时候 水流 没有阻力 会快速的流动 很快就会 水到渠成 我们在心中 要关闭一切 诸恶去门 要把自己心中 不好的恶 全部关闭掉 去是什么 就是人间 自以为要做的事情 认为是 开心 可以做的事情 开示人天 涅槃正路 师父现在 就是在给你们 开示 人天涅槃正路 为什么人 跟天 在一起啊 因为人 要上天 所以 天跟人 一条路 一起开辟 所作一切功德 皆因缘 所生法 要明白 这个世界 皆因缘 所生法 就是说 在人间的一切 你喜欢他 他喜欢你 他为什么跟你结婚 你为什么跟他 好不长久 全部都是 因缘所生 为什么在 因缘后面 加上了一个 法字呢 就是说 我明白了 这个道理 我开悟了 这个 是不是法 比方说 你很难过 他怎么伤我 这么厉害啊 人家用因缘法 跟你说 这是你上辈子 欠他的 你上辈子 肯定伤他很深 说不定 把他杀死了 用因缘法 化解了吧 用因缘法 跳出来了吧 原生无性 当体极空 当一个缘分 开始生出的时候 是没有本性的 所以 一件事情做出来 它是没有连带关系的 世界上的很多事情 做完了 就结束了 对不对 当你去体验 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 这件事情是空的 因为你今天做了 过几年就没有了 因为你今天 生出来这个缘 你到走的时候 就没有了 很多人 在澳洲 买第一个房子的时候 因为 是倾其所有 加上贷款买的 对房子 很有感情 心里总在盘算着 每块砖 大约五块钱 擦地板的时候 人都趴在地板上 够卖劲了吧 最后 房子卖掉了 不也是 没有了吗 佛说功德 即非功德 世民功德 佛在跟你们说 做功德的时候 都不是功德 因为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哪有功德 哪有功德啊 师父问你们 现在离婚的人 哪有老婆 哪有老公 有过吗 有过 但是 现在没有了 那么到底有没有呢 没有 这不就是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吗 做功德 也是这样的 你把功德做完了 就没有功德了 做功德 是不能等的 我付出这么多 我要把功德等回来 那是 不可能的事情 请转发现